天气越来越冷 今年入冬以来首播的冷气团报道 开始进入流感好发的季节 为了方便民众施打流感疫苗 今天上午淡水区卫生所 首度来到了淡水捷运站出口 开设公废流感疫苗接种站 而卫生所表示 流感疫苗从今年10月开始接种 到目前为止 淡水区65岁以上的长者 接种疫苗达到4成 因此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来接种疫苗 那截至目前为止 在我们淡水区 总共65岁上的长者 大概接种了有4成的比例 那因为接种状况也都还不错 所以今年12月并没有像往年一样 就是扩大全民接种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一些 这些接种的机会 留给50岁以上的人 跟那个孩子来使用 那因为在卫生所导的量也差不多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这两周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在捷运站来设站 卫生所表示 由于今年疫苗接种状况不错 因此并没有实施扩大接种 但卫生所还是希望 每一位符合50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是婴幼儿都能够来接种疫苗来防范 为此更首次来到了淡水捷运站 进行虚打疫苗 不少民众经过都来打流感疫苗 对于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到卫生所的民众 是否可续先当方便 比较防范 有很方便 就是搭捷运站 对啊 顺便打一下 然后坐捷运站可以顺便打疫苗 很好很好 对啊 那是不是反而鼓励大家可以 对啊 还是大家要来多多打喔 不然到时候感染流感 对啊 就麻烦了 希望让更多的人 没有办法大卫生所的人 可以多加利用 然后现在慢慢进入真的冬天要来了 然后接种疫苗之后 又要两个礼拜才能够产生免疫力 所以希望啊 符合条件的人 真的要踊跃把握最后的机会 由于取打疫苗之后 要两个星期才会形成保护作用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对于健康的成人 有70%到90%的保护效果 若是老年人离坏了流感 则是可以减少50到60%的严重性 以及并发症 并可以减少80%的死亡率 不只是要提早施打 更要注意自身的健康状况 而这一次来到淡水捷云站 光是一个小时多 就接种了60剂 成效相当不错 卫生所也呼吁 现在已经进入流感的高峰期 提前施打流感疫苗 可以提高保护力 记者是段階段階段階段报道